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在两个月之前 我给一位正在坐牢的良心犯的家属 给他寄了一些钱 本来有一季到了 结果发现没寄到 前些日子我自己的一位亲属 也是生活困难 经济陷入困境 我也给他寄了一些钱 结果两天之前 西联汇款 就是汇款的单位 给我打来电话 说非常抱歉 由于中国那方面的阻拦 现在你这两笔钱都寄不到了 那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机构 能够有力量阻止这么大一间 国际金融机构 正常的进行业务运作呢 那我想只有你们这些强力机构的人 才能够做得到 让我来猜一猜 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估计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全民共振的行动 引起了你们高度的关注 高度的不满 所以说要通过这种 扰乱我们亲属朋友 在国内的生活的这种方式 来影响我们的士气 打击我们的军心 那这个目标能不能够实现呢 我告诉大家 不能的 没用的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楚汉相争的时候 楚霸王把他的对手 刘邦的那个老爹 把他给绑起来了 然后告诉刘邦说 你再不投降 我就把你老爹给煮成肉汤了 刘邦怎么回答的呢 刘邦说 你既然是把他煮成肉汤了 那你就分我一杯羹好了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能敢于跟一个强权对抗的 而且一对抗就是三十几年的 这样的人呢 他是早就做好了 各方面的心理准备 不要说这样一点 这种小恶 你即使是再大的作型出来 我都能够承受的 你即使是到我这里来 对我动手 这个我也都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动这方面的心思 军心稳定的很 全民共振 继续推动 一直到把你们挣垮为止 把这个政权挣垮为止 我现在呢 也借这个机会啊 来向家乡的国保国安的朋友 聊聊天 谈谈心 也跟了全国各地的国安国保朋友 来谈一谈心 在谈心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李一平 是湖北一都人 属羊的 六七年出生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曾到北京 北京大学 学过法律 学过七年 后来呢 从事律师业务 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维权律师 九四年的时候 我和一批法律界的同仁 包括元宏斌教授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维权组织 叫做劳动者权力保障同盟 结果很快很快就被公安部 列为当年的这个头号敌情通报 当然了这个机构在你们的强力打压之下 没有能够运作多久 就解散了 那一些朋友呢 就被抓到脑里 有一些朋友啊 就开始了流亡生涯 我受到香港人权机构 这个黄雀行动的营救 辗转经过香港 来到加拿大 一驻就是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当中啊 我们一直心里面有一块石头没放下 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呢 还在危害人民 而且呢 我们当年这个反对的那些坏的政策 那些侵犯老百姓权力的这种现象 到现在是愈演愈烈 已经失控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反共民主活动 一直没有停止 到一二年的时候呢 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变局册》 就是总结全国的 总结世界各地的 这个反抗暴政的这个经验 那结合我们中国现实情况 提出了一整套的改变中国现状的 这样一套办法 那本书呢 我相信呢 很多国保国安朋友 都已经读过 因为中央下令 每一个全国每一个国保办公室 都要有这本书 大家人手一本 那今天跟你们谈 就是想谈一谈 对中国现状的看法 和对你们自己处境的看法 那中国现状呢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总结 第一个呢 是自然环境已经坏掉了 现在呀 这个雾霾已经笼罩了 大半个中国全国各地的这个河流 80%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现在的鄱阳湖 洞庭湖都已经底朝天了 这个湖底都已经可以放羊了 这个是几千年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状 现在出现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 耐以生存的这个自然环境 已经被破坏了 地利已经没有了 第二个呢 是人和已经被破坏了 现在整个的是道德沦丧 社会风气极度败坏 老年人倒在地上 没有人敢扶 这个妇女在大街上被强奸 没有人敢阻拦 小孩子到处被拐带 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找回来 整个社会的人心败坏 假食品、有毒食品、犯难、假药犯难 骗子满街都是 小偷公然的横行 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社会 人文环境、道德伦理 完全都已经丧失了 更重要的是 下梁不振是因为上梁歪 整个官场已经坏掉了 现在的官员 哪一个不贪腐、哪一个不淫乱 哪一个真正的 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 都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 不顾老百姓的安慰 整个官场已经朽坏了 这是人和已经没有了 最重要的一个是 现在的天时 你们也已经失去了 过去的这几十年 一直是搭着 美国和西方社会的 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大量的向他们出口廉价的商品 这样经济就蓬勃发展了 好些年 但是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意识到了 中共这个政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带来老百姓生活的改善 并不能让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社会 反而增加了中共这个独裁 专制体制的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更有能力去危害中国的老百姓 更有能力去危害全世界的老百姓 所以说他们现在意识到这个了 所以风向逆转 现在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来围堵中共的这个政权 现在贸易战已经开始了 美国要向中国征收高额关税 要把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要让它一年减少2000亿美金 做不到 那么双方就会全面的展开贸易战 这个现在已经是箭在悬上 不得不发 中共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 因为一旦接受这个条件 减少2000亿美金的这个贸易顺差 那么经济瞬间就崩溃了 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 经济也会是瞬间崩溃 为什么呢 那美国人就要恰望硬上工 要强行动手 要切断跟你的贸易 现在你看 它一停止对中芯这个芯片的供应 中芯马上就要垮台 现在正在调查华为 那是中国最大的高科技企业 现在华为如果是它的芯片 一旦被切断了 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运作下去 那么这两个大公司 一旦停止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 最精英的最核心的那一批人员 就要全部失业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场景呢 那就说明整个中产阶级 房地产的资助那就没有了 所以房地产很快就会崩溃 外资会大规模的撤离 最后导致失业人口满街都是 失业大潮很快就会来临了 你想一想那个时候 这个通货膨胀失控 物价飞涨 又有那么多人的失业 老百姓就过不下去了 现在中共政权的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合法性的来源 就是因为过去的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现在经济已经停滞了 而且还在恶化 一旦经济出现崩溃的状态 那老百姓就会把这个政权彻底的抛弃 老百姓的愤怒就会达到临界点 那个时候就会出现全民上街 全民抗议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你想一想那个政权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不要紧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呢 老百姓上街了 派军队机枪坦克上去镇压不就得了 大家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你们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历史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 在老百姓全民抗争的时候 它还能够维持的 全民一旦上街了 那个时候军心就会动摇 民意会影响军心 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连 一个牌 甚至是一个班的 这个部队官兵宣布和政权割裂 要站到人民的一边 整个军队就会像血崩一样的倒戈 所以说几百万军队 你们不要以为是这个政权的 当人民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他们名义上是属于这个政权的 当人民一旦起来和政权对抗 形成了一个人民和政权的大对决的时候 军队就会选择人民 而不会选择政权 因为政权只是一小撮人的 只是几百个大家族 几千个中等贪官家族 几万个小贪官家族 是他们那一小撮人的政权 而老百姓呢 我们是14亿 你想一想 军队站在这两者中间 会选择哪一边呢 一定会选择老百姓 这种事件在过去历史上 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发生过了 在共产主义的老巢 苏联都已经发生了 人民起来的时候 军队支持人民 所以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 不要寄希望于军队来保护你们这个政权 那还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们也不怕 天塌下来 有大个子顶着 不是上面还有中央吗 不是还有省委吗 不是还有市委吗 那些人他们的官大了 他们会帮我们顶着的 老百姓会找他们算账 那我告诉你们 又错了 那些人呢 可是聪明头顶的人 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们早就不看好这个政权了 他们早就啊 把自己的财产 把自己的家属转移到海外了 狡兔山枯 他们已经经营好了 一旦老百姓上街 一旦军队开始倒戈 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老百姓 他们满腔的愤怒 到时候要找到一个发泄口 而这些中央的 省的市的这些高官 全部跑了 那么你们就会成为 他们的替罪羊 你们就会为这个 过去69年的暴政 来承担责任 这个对你们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 现在我给你们提出建议 一定要及早的想办法 要摆脱这种危险的处境 你们现在危险了 你们的家人危险了 你们不要看着 现在好像每个月都还有进账 这几千块钱 甚至是一万多块钱的工资 日子过得还挺爽的 这个日子长不了了 他们很快就垮了 一旦垮掉之后 你们怎么办呢 你们想一想 就为了这几千块钱 万把块钱的这个工钱 为了这么一点点福利 值得你们去卖命吗 值得你们把自己的性命 把自己家人的安全给压上去 当然不值得 所以说现在呢 一定要及早的采取行动 一定要及早的做好准备 未雨绸缪 将来才能够有生机 将来才能够有发展的前途 那现在你们应当怎么样做呢 我给大家提几个参考建议 第一个是不作恶 这是个底线 不能把自己和这个政权绑定在一起 不要作恶 不要欺负弱者 第二个呢 是要多行善 尤其是对那些勇敢的站出来 反抗暴政的那批人 你们要特别的关注 他们可是这个社会 这个非常杰出的一批人 是了不起的一批人 是一个英雄豪杰 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向这个庞大的政权说不的 那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和担当的人 这批人是社会的脊梁 是未来中国的领导者 现在帮助他们 就是帮助你们自己 和他们站在一起 和他们进行沟通 对你们未来的安全 对你们未来的发展有极大的好处 所以说这个是要多行善 第三个是要行大善 你们其中有一批人 是对中国社会是非常了解的 是非常有志向的 对这个政权也是非常不满的 现在寄生于这个政权之中 就要尽量的利用这个优势行大善 要想做大事你们一定要有团队 要把这个政权里面的和你们想法接近的 你们又互相信任的 这样的一些人要团结在一起 一个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一定要有一个团队 有一个圈子 将来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政权推倒 一起来为老百姓来谋一些福利 有目的的收集一些情报 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官场的信息 贪官污吏的信息 收集了这些情报 在适当的时机把它公布出来 通过适当的渠道公布出来 引起整个官场的 引起他们的震动 让他们不能够专心的做事情 不能够专心的维护这个政权 让他们内部乱作一团 越乱越好 第三个是将来 时机到的时候 找到一些突破口 启动一些事件 我相信这些你们都在行 你们都在行 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的人 很多体制内的朋友 正在做这件事情了 现在还没有做的 现在要赶快心动起来 在全国各地 到处都有一些群体性抗争的事件 怎么样把这些事件 把它小事化大 把小事件变成大事件 把大事件变成全国性的事件 这是你们的任务 尽量的配合老百姓 配合民间的抗争 把这个局给他破了 这就是行大善 做到这三点 那么将来一旦 一旦这个时机到了 全国各地老百姓上街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当机逆断 马上站出来和这个政权 各地宣布站到人民的一边 那个时候你们就会发挥你们的特长 你们是这个社会的组织者 你们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人士 你们对这个社会最为了解 你们也最有能力 从事这个管理社会的工作 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变局很快就到了 历史的大潮滚滚而来 希望大家都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如果你们悬对了阵营 那么你们就会成为历史的弄槽儿 如果你们站到了错误的一边 你们和中共这个政权绑定 那么你们最后就一定会有磨顶之灾 所以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希望大家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仔细地考虑 在这个历史大潮即将到来的时候 你们要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相信你们的聪明才智 我相信你们基本的正义感 道德责任良心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